我一般早上比较喜欢睡蓝椒 老黑今天一大早把我挖起来 说是晚点有一个会议 要让我跟他一起去 你看这人正在专注的做面 老黑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专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在跟他说他不能一心两用 他是绝对不会给你反馈的 我小胡子老公一大早也过来了 他们刚吃完鸡蛋 然后老黑说他要露一手 做一个他最拿手的门面 小胡子老公也在这边热心的帮忙 最近他是没事 只要闲着就拉上我 跟他一起练中文 我发现他现在的中文真的厉害很多 我的妈呀老黑这是不过了 今天做这个面怎么放了这么多肉 前天他吐槽他妈放的肉少 这鞋上了两包肉 看看看看这个朋友 这个很多鞋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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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饭也没吃上 因为早上吃的那个鸡蛋吃太多了 到饭点没饿就直接过来开会了 这边是来了几个不同工厂的人 这次是老黑主持这个会议 就是关于他们工厂的货怎么销 一压一压挨着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日早上没睡好 再加上这个屋特别的热 听他们讲着讲着 我差不多都快睡过去了 一直用那个手在拧着大腿板 因为时不时的这个摄像小哥会来拍一些素材什么的 我说绝对不能丢人呢 一直在强打精神 段庄的坐在这里听他们在这讲 似懂非懂的听了个大概 然后今天还比较倒霉 会开完之后我去上了个厕所 结果那个锁还坏掉了 把火关在厕所 搞了有快二十分钟 最终让人家给我开了门 开门那个场面尴尬的到现在都不愿 再回想 忙完之后一来到他家亲戚店里 他亲戚明天订婚 这次订婚上只邀请了长辈 所以我们过来也就是给他庆祝一下 这家饭店外卖比较有意思 送了两个这个碗 超级好用 这家藏红花旧入饭味道绝的 忙完之后赶紧回家拍一娜娜 因为周四娜娜是不上学的 她想要买点东西就带她出来 买一些她还吃的小零食 这个酸酸挺挺挺开胃的 有点类似咱们的山楂片 这家店竟然也有了台湾的糯米糍吧 这个酸奶其实还挺好吃的 伊朗的冰淇淋的话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你不会采雷 便宜也比较好吃 牛奶味特浓 今天又是流水账的一天 平平淡淡的 前一段经常飞 这一猛的安定在一个地方 还有点不习惯 这几天有很多泰国的工艺商 给我发新的珠宝 看得我心痒痒的 在想要不要去泰国透透气 巴拉巴拉珠宝 好 好 好